RCE7赛季已经更新一段时间了 虽然新赛季的改动非常大 也对一些游戏体验做了优化 不过这个版本却是投资率最高的一个版本 主要是因为发育路的不合理 导致了射手成为当前版本最强的位置 发育路的额外经济让射手的强势期提前 而且还能一直经济领先不落后 就算被抓也能领先不少经济 增加了射手的容错率 所以这个版本想要上分还是要玩射手 新赛季火爆的射手挺多的 像马可 孙上香 孙尊梨等等 我们先来说说马可 马可强了有几个赛季了 自从提高了真实伤害后 他的伤害就非常爆炸 虽然被砍了一些真实伤害 但是却减少了技能的能量消耗 再来了解一下孙上香 孙上香在当前版本也很受欢迎 他能从前期强到后期 一旦装备成型就有极高的爆发输出 也难怪现在排位都在伴随上香 还有孙尊梨也一直都是比较热门的 主要是孙尊梨的上限非常高 位移多还有控制技能 同时也是所有射手保命能力最强的一位 但今天的主人公都不是上述几位 而是成吉思寒 成吉思寒其实强度一直都是不错的 只是太吃发育 加上英雄的外观不出众才导致被血藏 新版本中成吉思寒的发育周期大大缩短了 加上中路新增的核心 成吉思寒增考虎加速 很快就能控制两路 配合一个名士尹或者太义真人辅助 基本是无解的状态 目前高端局都开始办成吉思寒了 而相对于低端点的局 趁着知道的人还少 大家赶紧用这个英雄上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